花莲南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蓬勃发展 除了玉里镇直罗部落农田餐桌 另外富里乡农会也藉由打造稻草地景艺术 创造超高的农业经济收益 花莲新议会农政小组关注特别实地考察 了解产业的需求也进一步协助地方解决问题 玉里镇直罗米86团队带领先议会农政小组 以及南区议员 由县政府农业处陪同到场考察 透过米彩绘DIY 稻田餐桌等等的体验操作 了解部落推动休闲农业观光产业的概况以及成绩 同时也看见团队的需求 如果没有农业 我们可能就没有另外的这个生物 花莲南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蓬勃发展 除了玉里镇直罗部落 另外布里镇农会在总干事张树华带领下 从竹编金刚稻草地景艺术季 所创造出来的高经济农产收益 是花冬区域农会望其向背 针对了农会提出 罗山录影区未来规划 以及罗山展授厂建筑安全问题 花莲先议会农政小组也乐于协助解决 我们主要推的是 深知里的录影区的发展方向 我们希望的说来这里是自然的一个美学的环境 还有亲子友善的住宿学习在地的工艺 享受在地的美食 然后可能是两天三天来这里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的目标经营 我们希望打造的是好玩 露营区 还有简单素素的空间 我们希望就是说是不是地震频传 然后我们希望是说是不是家庭脚步 可以得到县政府的帮忙 看是鉴定他是不是有相关结构的问题 如果是没有结构安全无疑的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再放这了 如果是有结构上的问题 我们一定势必要马上猜 因为现在的旅游 出来玩的人品质要比较高等一点 因为不是说便宜就好了 我们的一定要顾到我们的品方面 教育处这个我会跟主招跟我们议员 希望我们看是什么有机会 我们来处理这个罗山国小这个 国小因为是教育处 那我们农业小子今天来了 因为我们在议会的同事 教育处的这个议员 我们会跟他们来建议 如果他们有对我们行 因为一定要走这个方向 花林县议会农政小组 重视花林南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发展 概况与规模 特别规划参访考察 玉璃镇之罗部落米86团队 以及副理乡农会 了解南区四乡镇农产业发展方向 地方产业的需求 并且也进一步来协助地方 解决农产业所面临的问题 记者是玉璃副理玉璃采访报道